我是深辰日报记者苏三 从小我的嗅觉就异于常人 我能从气味中分辨情绪 看穿人情 我要投诉你滥用职权 苏三是吧 以你一人之力跟巡谷房打赌 怕是有些不自量力 那我们就赌谁先找到案间的真凶 为受爱者招选 我闻不到了 我什么也闻不到了 我一直以为 只要查出真相 就能带来正义 可是我现在才发现 有时候寻找真相的代价 就是逼着别人 解开血淋淋的伤疤 苏三 法律存在的意义 就是让世人相信 无论谁受到伤害 都应该有权利去追求 正义和公平 虽然我们现在没有足够的证据 但 我们还有两个小时的时间 你要相信自己 你可以的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